各位早晨 欢迎收睇星期二早上的天气报告 我是沈志泰 相信大家都感受到这几天都很热 提醒大家今天都不例外 酷热天气警告现在仍在生效 提醒大家这几天都属于一个比较持续酷热的状况 那就要特别留意 我们先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 我们预测就是天晴 日间就是酷热 最高的气温就有成35度 风方面就会吹起微致和缓的冬战斗南风 因为我们现在都经历着一个持续高温的情况 提醒大家就要喝点水 也要特别留意长者从长期病患者的身体健康 天气为何会这么热 我们看回大范围的卫星云图就可以见到 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 环南沿岸地区的天息基本上都是不错的 事实上今早从太平山望出去 已经见到阳光相当之好 另一方面也要留意 今日的最高止外线指数都会去到极高的水平 大家就要留意做足防晒的措施 接下来的天气我们预料 接下来的两天天息会是不错的 不过留意南海中部至菲律宾的一道广阔灯压槽 在今个星期的后期就会是北移 所以如果看回展望方面 我们预测接下来的两天都会大致天晴持续酷热 到今个星期的后期就会多一些雨 到时也会短暂时间有阳光 今早的天气报告就讲到这里 下次见